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芬和夏小兰在七井村落户 又说要给两人分土地 一口唾沫一口丁 这事儿肯定不是假的 这事儿首先要村里同意 再上包到乡里 陈旺达有自己的办事步骤 刘芬和夏小兰不可能去催促 夏小兰对土地没啥执念 但村里要娘儿俩分田 还要画给他们一块宅基地 夏小兰也不会傻了吧唧说不需要 她是打算去城里买房 但刘芬对土地有执念啊 农民有了田地 只要勤劳肯干 最差也能填饱肚子 刘勇走得有多急呢 他走后第三天就是交工粮的日子 为这事儿 夏家人也有吵架 每年夏末收割稻谷后 乡上会把每家每户应缴的公粮通知单送到户主手里 八三年 玉南省一带基本上完成了分田到户 夏家虽然没有分家 田地有多少 却是划分到个人名下的 夏小兰和刘芬的户口迁走 大河村这边就没有两个人的田地 其实这并不影响之前的粮食产出 刘芬两人丢了大河村的田地时 已经是水到收获后 那乡里的公粮通知单上 自然是依照之前的田地母术来征收的 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 夏老胎本就傲气 打死也不同意 他们两个贱人的公粮 夏家不缴 户口都欠走了 田也丢了 凭啥要大军缴工粮 田地多 缴工粮的数量就多 夏家每年收成多少粮食 全部被夏老胎看着 粮食交到他手里 再想拿出来就不容易 夏老胎不敢和乡上闹 他撒泼打滚 就是不想让夏小兰母女清闲 夏大军埋着脑袋说不出话 刘芬母女户口牵走后 他们名下的田虽然化出去了 但那是明年不能种 和今年的收成没关系 稻谷都堆在夏家的骨仓里 夏老胎却要问刘芬母女要粮 夏老胎又哭又闹不讲理 夏大军被他搞得没办法 他能向刘芬母女要粮? 刘芬不和他过日子 真是后事说的净身出户 母女俩踏出夏家 带走的不过是二十斤红薯 那是二十斤不值钱的粗粮 又不是二十斤金砖 要不是刘永大方 夏小兰自己能干争气 靠着二十斤红薯过日子 母女俩早饿死了 离婚时 刘芬只求快点脱离夏家 又没要求啥财物 按理说 今年的粮食也算丰收 夏大军好歹给刘芬两人送点去 刘芬成了前妻 夏小兰还是她亲女儿吧 梁不送 夏老胎反而还要折腾 这是欺负刘芬 欺负顺手了 不想人家母女俩 我安生日子 可万一 他们要真给了呢 夏家就能省下一些粮食 夏老太瞒不讲理 就逼夏大军去闹 一会儿撒泼 一会儿又装可怜 拉着夏大军说 夏紫玉在京城上学多不容易 家里人节省点 夏紫玉在学校就宽裕点 王金贵眼神闪烁 别人都说考上大学根本不咋花钱 学费不出 每个月都有补贴 夏紫玉念个大学 活活把老夏家扒了一层皮下来 不过夏老太不是逼他 王金贵才不打算说呢 妈 小兰他们都是住在刘家 他们哪有粮啊 夏大军快没有招架能力了 夏老太可怜兮兮抹泪 那紫玉就在学校挨饿 我看小兰舅舅是发财了 一点粮食算啥 哪天就不该同意他们签户口 夏老太根本不知道 签走户口 连带着刘芬和夏小兰名下的田也会不见 他一个农村老太 对国家政策不了解 就觉得被刘芬母女俩坑了 这才有今天的吵闹 大河村这边 人均差不多两亩田 刘芬和夏小兰户口一千走 夏家少了整整五亩地 能产多少金粮啊 损失的是夏老太的利益 他看见交工粮的单子 就像有人要从他身上弯肉割心般痛 妈 紫玉在学校省一省就行了 你别逼着二弟去要凉 那边的人不好惹 站出来说好话的 是善解人意的大嫂张翠 夏大军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离婚了 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揍六分 包括女儿夏小兰 翅膀也硬了 这么多天 愣是没有回过一次大河村 夏大军不恼吗 七景村的人不好惹 上次就把夏大军狠狠揍了一顿 七景村那个陈老头很难缠呢 还认识县里当官的 要不刘芬和夏小兰的户口 没那么容易迁走 夏大军在外面本来就是个怂货 他暂时不敢去找刘芬母女俩的麻烦 而且找母女俩要粮这件事 本来就没啥理 夏老他又换了张脸 那紫玉的花笑咋整 你们都是好人 就我喜欢当坏人 我都是为了紫玉 老大夏长征开口了 紫玉他舅这在县衣中门口 搞了一个小吃摊 那生意还不错 这赚多少钱不敢保证吧 这起码比在乡下 种田墙吧 妈 紫玉他舅想拉着我和张翠一块干 我想试试 小吃摊就是张翠开起来的 张翠弟弟两口子 才是帮忙的人 不过张翠和夏长征有私心 夏家没分家 他们才不想替别人赚钱 换个名目 将自家的生意过了名路 还不用让其他人分钱 十个夏大军捆起来 也不如这两口子精明 王金贵眼睛发亮 夏老太暂时把夏大军丢一边 这就是人家说的个体户啊 贫下中农最光荣 夏家就是贫下中农 资本主义是要被批斗的 夏老太当然向往当城里人 但向往的是城镇的职工 但个体户是不是有点丢人了 张翠哪能不知道夏老太想啥 一开始张翠也觉得个体户丢人 可当初在夏紫玉的劝说下 在县衣中门口开了小吃店 每个人赚到手里的钱 打消了张翠的顾虑 瞧不起个体户 这兜里揣着大团结 谁瞧不起谁还不一定呢 按照夏紫玉的猜测 个体户只会越来越多 现在最穷的是农民 再过二十年 最穷的还是农民 妈 现在干个体户是没啥面子 但一切都是为了紫玉 我和长征吃苦受累不算啥 等紫玉大学毕业了 咱们家就算熬出来了 夏老太就喜欢听这种话 夏家人都认定夏紫玉会有大出息 八零年代的大学生当然值钱 可想要小有成就 怎么也要奋斗一二十年 国家包分配的工作 一个月工资也就那样 夏紫玉自己可以吃喝不愁 要拉扯一大家子人 夏老太想得太天真了 妈 我不怕干个体户丢人哪 要不我去帮忙吧 大嫂在家 王金贵凑上钱 夏老太狠狠瞪她 那是你娘家兄弟 那是紫玉她救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